Kotofiki Shiro,Anime Minisoto and one to share with you. Hello 大家好。 今天特地來做壽司和試一試這個月的特別活動蟹園。 這個就是特製軟殼蟹卷。 22元,有兩件。 表面有些蟹,中間有魚殼蟹。 裡面應該是牛油果,我現在先試一下。 我喜歡點這個柚子豉油。 這個呢,是好吃的。 我覺得是不差的。 蟹豉很鮮甜。 它的蟹肉呢,魚殼下的炸,都非常好。 平時吃的卷麥,可能很多飯。 很適合的,但這個我覺得OK,非常好。 這個濃厚蟹背面。 它曲頭和實物其實都很接近。 有三十幾元。 表面有些蟹籽。 有些蟹肉。 應該是蟹黃醬。 下面還有一個拉麵。 現在都拌勻。 份量呢,我覺得是一個人吃一定夠的。 那些醬呢,我平時吃蟹,應該都覺得它會有一點點贅。 謝謝。 那醬呢,拌勻的麵呢,其實都非常足夠的。 即是你覺得它是不夠醬拌勻的。 那我先試一下味道。 很好。 那個麵呢,不會太軟。 它煮得都剛剛好。 還有那個蟹黃醬呢,很入味。 嗯,有很濃厚的蟹味,很好。 然後呢,我就試一下這個紅楚蟹鴨壽司。 那你見到它很方形。 還有它是22元,有兩件的。 那是11元一件。 那其實這件呢,是有點特別的。 原來它壽司裡面是有蟹膏, 有些芝麻粒,我猜是。 那我猜是。 那我面上還有一些蟹柳, 押在一起做一個飯。 挺特別的,先試一下。 嗯,那個芝麻味和蟹味呢,很配合。 很可愛。 嗯,蟹肉也有一點水分不錯。 挺好的。 嗯。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蟹肉忌廉可樂餅。 很少見。 即是外面街,可能常見的可樂餅都是牛肉啊, 或者咖喱,不知什麼的, 炸蠔裡面。 那這個是,這次符合它的主題, 蟹鹽也需要用蟹肉忌廉可樂餅。 那你見到呢,其實它外脆呢, 耐軟的這些醬呢, 都好像,我夾進去都會凸出來。 好像那個外觀和裡面都不錯, 試一下味道先。 嗯。 啊,這個呢, 那個薯仔味就比較凸出一些。 蟹肉味呢,我就覺得略少了。 嗯,跟這個炸蜜來講, 它的皮都薄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就, 來吧,可以試一下我覺得。 那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水煮松葉蟹。 有17元一件。 那又看到, 舊飯和一件水煮了的松葉蟹樓。 好,兩個人。 那就, 請出閒熱水蟹的沙麵。 先拿點東西吃。 好, 那呢, 就看外形, 其實好像普通的壽司, 那就先試一下味道, 因為其實它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介紹。 或者可能期望一下你的蟹柳會怎樣。 可能如果平時吃外面的松葉蟹柳, 這種呢, 應該都會多水分, 有些蟹味, 鹹鹹的, 可能不知道這個水煮會怎樣。 還有在壽司下吃, 不知道是什麼質素。 但是一樣呢, 先撐了它, 它就有水分。 不乾身。 和飯都是盒到好處。 是一件正常的壽司味道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它的蟹味就不出。 就沒有平時你們吃開蟹的海水味。 只要17元的話, 其實可以試一試吧。 如果想吃一次, 我覺得可以。 這個就是39元的山蟲葉蟹腳。 在這個蟹宴上, 是最貴的其中一款。 剛才令到它的特色, 其實我看到它的肉質的乾燥是有的。 好像挺漂亮的, 挺美味的。 有一條蟹腳, 鋪在壽司上面。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呢? 先試試看。 我覺得它的蟹肉是略為軟身了一點。 你看看, 我打開了肉, 好像有點黏黏的。 而且, 沒有什麼蟹味。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試。 但是想吃一下, 想好奇心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就試一下吧。 吃了這麼多蟹宴, 我最後也會建議這個, 我最喜歡吃的, 又最划算的蝦衫。 17元, 17元有三件。 很划算, 又好吃。 好! 好! 說得這麼快, 又吃完蝦衫了。 真的越讚是壽司的蝦衫, 因為它的蝦很脆脆, 非常脆脆, 又大口實差。 今天的試吃壽司的蝦衫就是這樣。 看看下一次可以找些試吃, 給大家認識。 今天就這樣吧。 如果大家喜歡, 就追蹤我的頻道, 請訂閱, 按讚, 讚, 讚, 讚,